南北大道在发生死亡车祸 一辆载有液化石油器的油泵车 昨晚从雾边北上以宝石失控 结果导致五辆罗里连环状 其中油泵车司机被夹在罗里内当场丧命 宙氏油泵车在南北大道第288.7公里 北上路段靠近新邦波赖处 失控撞上前方一辆罗里导致连环状意外 除了油泵车司机当场不治 两名罗里司机和一名跟车员分别受轻伤 另外两人则没有大碍 死者遗体过后送往医保苏丹后 端布拜农医院太平间解脱 至于油泵车也已经送往电脑验车中心检验 目前警方原理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41之一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条文调查案件